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北京的朝阳区 朝阳区呢,是北京的明星们汇聚地 咱们中国人呢,都爱热闹,爱扎堆 这个中国明星们,他也不例外,他也爱扎堆 今天呢,带大家看一处明星豪宅 就是郭德纲的大公子郭麒麟的豪宅 镜头中出现的这个小区呢,叫泛海世家 王宝强就住这里边 马路的对面呢,叫泛海国际 这里的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啊 顺着这儿往前走呀,没多远就是朝阳高铁站 镜头对着的是东边啊 那他的西边呢,就是四环路了 好多明星啊,都住这边 因为他这儿开车去机场的话,半个小时就到了 这个小区啊,叫泛海国际 郭麒麟当年是在这个小区里边租的房子啊 因为他这个社保不够五年,他是买不了房的 他后来呀,就在这个小区里边买了房子 这个小区的房子啊,我刚才从网上看了一下 13万到14万左右一平米啊 而且这个小区的房子啊,都是大户型的 一套呢,都是三四百平米 郭麒麟呢,后来就在这个小区里边买了一套房子啊 这一套房子下来就是几千万 豪车配豪宅 这个郭麒麟的那个豪车啊 四百多万的豪车也曾经曝光过啊 你像郭德纲,郭麒麟他们出入都是豪车呀 这边还住了其他的好多明星啊 包括什么李小璐啊,圆泉呀,夏宇呀,加乃亮啊 还有那个李湘,他们都是在这边啊 在这个路口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地理位置啊 从这儿往前呢,就是朝阳的高铁站 这边就是泛海世家 泛海国际呢,是一起 泛海世家这儿是二起 从这儿往西呢,就是东四环了 它这个旁边啊,就是一个二百八十万平米的城市森林公园 超级大啊,相当于四个古宫的面积了 这个四环里边啊,这个朝阳区这一块啊 住了好多一二县的明星 因为这边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啊 往北两公里左右就是机场高速了 开车半小时就到机场了 他们这些明星啊,出去拍戏呀 坐飞机呀什么的,都非常的方便 像他们肯定是要找一个交通便利的地儿啊 这里边的房子随便一套就是两三千万 甚至更高 真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 明星豪宅啊 这个泛海国际里边还住了好多外国人 因为从这儿往北啊,不远 就是第二第三市森区 你想啊,北京本来就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儿 这儿这个交通又这么便利 这明星们再往这儿一大堆 这房价自然而然的就又更高了 明星豪宅 那好了,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咱们下个视频见